第十一届飞天奖 长篇电视剧一等奖 他所创造的收视率和社会影响 至今无法超越 但是写的时候也只是想写一个长篇的 让观众爱看的戏 播出以后的这种反响 那肯定是没有预料到的 那么从今天来看就是 其实包括我自己写的戏 和我们国家后来拍的电视剧 其实很多都是在质量上 甚至内容上都会超过它 但是就反响来说 它是不可复制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的面孔不为观众熟悉 他们专注于不同的题材 在各处的领域中 书写着细里细外的冷暖人生 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优秀编剧的代表 飞天传奇之 幕后英雄 历界荣获飞天讲书中的编剧 他们或是出色地描绘了普通人身上 蕴含的精神力量和理想主义境界 或是以气韵雄魂的艺术语言 揭示了人性和民族性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真实状态 展现出真善美的永恒性 展示出对社会人生新的发现与思考 他们无不赋予作品 以独到的艺术魅力 在中国的电视剧编剧中 张鲁属于最早的一体 早在1986年 他就因为单本剧 巴桑和他的弟妹们 获得第六届飞天奖 优秀编剧奖 一年之后 他探讨个人工作 与社会责任关系的作品 皮布克拉底誓言 再次在飞天舞台上 展获大点 明年我十八了 明年你该考大学了 考西藏大学 还是考内地的 内地的 学了再回来 你只能考上 《歌萨黄传》 和新歌曲和谐地交响着 永恒和瞬间的经纬 老老地变质 独特的创作手法 和浓厚的人文内涵 给张鲁的剧本 打了鲜明的特色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 张鲁的剧本获奖 是理所当然的事 然而就在此时 灾难突然降临 早上起来长跑 跑到回头路的时候 就被一个车从背后装 在睁开眼睛 眼前就是穿白衣服 他拿着一个片子在照 讲了两个字 接他 脑袋挂里边嗡着一下 醒来之后 很久 他都在痛苦中挣扎 整个人变得一蹶不振 在人生的地步中 张鲁的同事和朋友 给予了他极大的帮助 他们不辞劳苦地安慰张鲁 甚至用担架 把他抬到片场 用身临其境的方式 鼓励他重新开始创作 他们考虑性就像张鲁这样的人 你要让他重新活出来 给他点善良 让他觉得他活着 还有点用处 一个偶然的机缘 把张鲁的目光 引向贫困地区的孩子 他开始关注这些孩子的教育 张鲁也由此重新找回了 人生的信念 希望和勇气 他重新开始了 他所钟爱的电视剧艺术 于是1992年 我们在飞天舞台上 看到了一部光彩夺目的作品 《南行记》 因为自己的痛苦 而更深切地了解情重 又因为对生活的深度了解 而创作出更加优秀的作品 进而将这种追求和思考 与自己的人生紧密相连 如果一个人在挫折和痛苦中选择坚定前行 那么他必将走得更远 张鲁是一位儿童剧作家 他和妻子傅民 一位是编剧 一位是导演 两人携手创作了插班生 窗台上的脚印上一批获奖作品 我和我夫人一直在比较合作 比较密切一点 这密切在什么地方 就是说编剧和导演 这个可以敞开心碎来谈问题 即使吵架 你不同意我不同意你 你也不同意我 最后我选了第三个方案 你不会最后因为这个闹掰 因为你夫妻两口子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占有 得天独厚一个优势 十六岁花季 是他们最为人称道的一部作品 也是中国儿童剧历史上 一部具有标志性的作品 十六岁花季的主角 是一群让人眼前一亮的少男少女 张宏以这些人物的情感线索为中心 真实地写出了青春期孩子的心灵事件 也写出了引导和教育 对于他们成长的意义 他还亲自担任了这部作品的导演 其实少男少女之间互相产生爱慕的感情是很正常的 但是由于过于专心了 有时候就会和初恋混在一起 连自己都分不清楚 但是这种感情可以更广义一点 在更多的同学中心求有余 小船才刚刚起毛还要远行呢 为什么这么早就靠岸呢 谢谢你 童老师 我的很多作品呢 都是随着我女儿的这种成长 她回到家里来 讲她同龄人的那些的小故事 小趣闻 往后呢再丰富到我们的作品当中去 那么当十六岁的花季呢 也是在她的这个提示下来进行的 在中国 拍儿童剧是一件名利都比较微薄的事 面对重处困境 张宏选择的是坚守 她将自己的半生奉献给了中国的儿童电视剧事业 张宏和傅敏所创作的儿童电视剧 先后八次获得飞天奖 说起韩志军韩志成这对兄弟组合 在当今中国的编剧圈里可谓是赫赫有名 他们创作的农村三部曲 更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电视剧中 可圈可点的精品 李一版《女人和狗》是当时极具影响力的 一个农村品牌电视剧 她和稍后的《陆路女人和警》《古城女人和王》 并成为农村三部曲 《三部曲》三次获得了飞天奖 《陆路女人和狗》 《陆路女人和警》 《古城女人和王》 实际上我是把它计定为 枣花这个女主角的命运三部曲 也是中国女的命运三部曲 第一步写枣花无碍的痛苦 第二步写枣花精瘦的爱的折磨 第三步写她自己对自己的束缚 人们至今还会记得 农村三部曲中的枣花 童所和茂园老汉 他们对新生活的追求 和对未来的美好向往 代表了当时农民的心声 当时我们在一开始 搞这个电视剧的时候 大哥和我 我们都没有预料到 说李一本女人狗 能在全国一起轰弄什么的 都没有预料 因为当时只是 尊重生活 来表现生活 来写东西 把多年来自己对于农村的认识 对于这个农村生活这块仓库 拿到自己作品中间来亮一亮 韩志军韩志成兄弟 潜心挖掘村里人的内心世界 用真实生动的人物塑造 打破观众 也因为描写了改革开放 给农民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 多层次描绘出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农民的生存状态 提到编剧李小明 就不能不提到他的作品《渴望》 渴望是一幅对中国电视剧创作 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作品 《众望》所归的 获得了第十一届飞天奖 长篇电视剧一等奖 它所创造的收视率和社会影响 至今无法超越 但是写的时候也只是想写一个长篇的 让观众爱看的戏 播出以后的这种反响 那肯定是没有预料到的 那么从今天来看 就是其实包括我自己写的戏 和我们国家后来拍了电视剧 其实很多都是在质量上 所以内容都会超过它 但是就反响来说 它是不可复制的 在《渴望》的剧本中 李小明以动人比调 写出了一段人间真情 在他所设计的主人公刘慧芳身上 折射出了当代人 对真善美的渴望 渴望播出时出现了举国轰动的局面 被人们称之为渴望现象 这是电视剧 在大众化的道路上 迈出的一大步 也标志着创作者 对于电视剧这种 大众化艺术形式的认识 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从《渴望》开始 李小明的新作品 推出的频率很快 《过把瘾》 一年又一时搭错车 每一部作品都让人大饱眼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飞天阳 见证中国电视剧的光荣与梦想 光荣与梦想 飞天阳 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优秀编剧的代表 飞天传奇之幕后英雄 黄允是一位现已过古兮之年的女性编剧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 就为我们源源不断地送上了一系列优秀电视剧剧本 其中最重要的当属一九九二年的飞天奖获奖作品 《上海一家人》 上海一家人展示了到上海寻求出路的贫困富裕 艰难的党兴 动荡的时代被影响 女主人公若男与命运抗争寻求生存 并且利用一体之力帮助别人的故事评解 让很多观众为之感叹落泪 谁还没个头疼脑热的呀 能说清楚的 不妈 我已经说好了 人要讲信用 若男 做了相当大的调查 读了很多是关于上海的书 那么还有语言 因为我觉得电视它需要有一种很生活的语言 那么所以开始那时候人们都以为我是海派作家 其实我不是上海人 我上海话也不是说的特别 但是我学的 学了这方面的语言 这样的 所以那就是 因此我翻开我的笔记本的时候 我从八十年到九年写 这个片子是九一年出来的 出来以后也真的上海是万人空想 立足家长里短的视频生活 关注古风百镜的冷漫人生 作为海派电视剧创作的代表人物 黄云的作品细腻温情 总是流露的一种女性独有的游玩风 陆天明是一位观众熟悉的电视剧编剧 但他更多的是一位小说家 他的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 泥日 木铺 在当代文学中 无数一只 他生长在上海 在大溪北的荒原上 生活了整整十二个年 而这段经历 成为他日后创作中不洁的源泉 从早期的人物传记题材电视剧 《画罗庚》开始 陆天明频频出现在飞天奖的舞台上 然而 让观众真正认识陆天明的 却是电视剧《苍天在上》 《苍天在上》 表现了改革开放进程中 改革者自身的进化过程 塑造了一个有丰富人性 甚至有着令人讨厌之处的政治家形象 也描写了他对于自身缺点的反思与超越 人性的复归和自我完善 对于这样一个敏感的题材 究竟应该如何把握 曾让很多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这个时候谁给我讲 飞天奖 所以当时激动啊 就更激动你知道吗 娘家人还是温暖啊 顶他 那个时候给你飞天奖 他顶得压力大 这个不是一般的飞天奖 这就是关键时候 就后腰里面撑你一把 飞天奖是搞电视剧的娘家 飞天奖帮他稳住住房 几年后 陆天明又创作出了 令人拍案叫绝的现实主义立作 大雪无痕和神尾书记 陆天明的剧本 通过反腐败题材 反映了经济转型期 各个阶层人们的心理欲求 与人生进化 抛弃腐败形成的内在机制与土壤 让观众更明白地看到 老社会转型时期的特征 也带给人们哲理地思考 不管时代怎样变化 他的作品中始终不变的是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对社会的深入理解 和直面人生的勇气 周振天 是军女题材电视剧创作中 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周振天创作的军女题材剧 开始在电视剧领域展露头角 一九九四年 他以一部《潮起潮落》 获得了第十四届飞天奖 长篇电视剧二等奖 《潮起潮落》 把对海军发展史的深刻思考 融入地域的生活细节和情感描绘中 为剧中的人物故事 赋予了厚重的沧桑感和历史感 周振天的军女题材电视剧 平平获得飞天奖的评论 当然 他的作品中 也不乏神医喜莱乐 这样风格独特的剧本 电视剧 电影 卦剧 小说 周振天 不断创新 家作 寻出 王朝柱 是一位专注于描写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编剧 泰国领袖毛泽东 免党做法律军 飞天奖的历史中 他的作品一再出现 然而 给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 带来深刻影响的 是他创作的电视剧 《长征》 《长征》 《长征》在线的红军长征 这一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历史壮剧 真实地塑造了毛泽东 周恩来 朱德等伟大革命领袖的光辉形象 叙事策略上 追求宏伟的史诗性 人物形象塑造上 追求崇高性 画面造型风格上 显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情怀 我在写唱人过程中 就是要想 宰显一宗 唱人精神 让我们 改革开放当中的人民 要 产唱人 血唱人 用唱人精神 来 赶着 今天的人民 要 使得 今天的人民 他在 行令当中 和我写的 《长征》 这个李斯珠基 要有 拱命 王朝著 希望通过这部长征 不仅让今天的观众 认识到长征的意义 更要用长征精神 来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在第二十七届 推天奖舞台上 编剧高满堂 是个大名将 在他个人获奖的同时 他的四部作品 都取得了相当不足的成绩 首当其风的 当然还是 长篇电视剧一等奖的 获奖作品 《闯关东》 闯关东好吗 可好了 那好地有的是 种都种不完 咱这也算是背景离乡了 朝着老家磕个头吧 但凭有效活路 谁走这条路 闯关东 容史诗性 与传奇性于一鲁 通过底层百姓的 生活和命运 形象地展现了 一百多年前 山东人闯关东的移民历史 通过一个个精彩的故事 一幕幕难忘的传奇 一个个鲜活的细节 表现出主人公顽强的意志 彰显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并赋予这种精神 以赋有时代意义的新的内涵 作为我个人来讲 我是闯关东的后代 那么我的爷爷奶奶 父亲母亲都是闯关东来的 我从小就听着闯关东故事长大的 我想呢 作为闯关东的后人 为这些平民百姓 梳洗一段历史 记录一段历史 这是做后人的 一种责任和本分 更确切一点说呢 是尽一份孝道 看第二十七届飞天舞台上的 北风那个吹 大工匠 漂亮的事 在回顾过去的获奖作品 近三十年的文学创作之路 高满堂的每一次创作 都在寻找不同的视角 他的成长 飞天一路见正 张鲁 张红 韩志军 韩志成 李小明 黄云 陆天明 周振天 王朝柱 高满堂 这些中国电视剧 优秀编剧的代表 他们心里思考 他们执着奉献 在他们的作品中 显示出宽广的视野 深邃的思想和真实的意象 赋予作品 以很久的生命力 他们的故事 正是飞天历程的缩影 而这种精神 也将在以后的 飞天获奖作品中 继续体现 与飞天精神 一同飞扬 他们的面孔 不为观众属性 但他们的作品 却家喻不小 他们成就了音频上 一个个精彩 他们创造了飞天舞台上 一个个辉煌 回顾他们的飞天之日 让我们对中国电视剧的未来 更加充满信心 飞天传奇之 幕后英雄 细细回味 飞天奖过奖作品 我们会从中看到 时代的印记 从中获得思想的起疑 从中受到 民族精神的洗礼 从中发现 亲情 爱情 友情的可贵 从中得到生活的希望和勇气 对于优秀电视剧中 那些鲜活的人物形象 观众们都是耳熟能详的 但对于将作品 推上迎庭的幕后人物 却并不十分了解 今天 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电视剧创作中的核心人物 导演 王福林 他四次荣英飞天奖 他开创了民族改编的先奖 中国古代四大文族民族改编中 王福林 指导了其中两部 《红楼梦三国演义》 这是旁人难以得到的机会 其中也包含着旁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为了拍好这两部民族 王福林 用了十年 而这十年 正是他艺术创作中的黄金时期 是两部 民族的改编 锻炼了我 给我提供了这个平台 在拍摄《红楼梦》和《三国演义》前 王福林 曾经拍过多部优秀电视剧 和日彩云归 《赤城黄绿青蓝子》等作品 都出自王福林之手 在第一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中 王福林的《隔日彩云归》 就获得了《飞天奖》三等奖 在1983年开始筹备拍摄《红楼梦》时 王福林也许并没有想到获奖 他只是感到了一个电视人肩负的责任 几年后 拍摄《三国演义》的任务 又落在了王福林的头上 为了拍摄《三国演义》 中国电视剧《晋星》 建起了规模宏伟的《三国城》 王福林带领《三国剧组》 走遍了故事发生的每个地方 投资1.7亿元 使用群众演员计40万名次 历时整整五年 可以这样说 王福林把自己半生的心血 都奉献给了名著改编事业 潘小杨 他十二次获得飞天剑 他在探索中寻求意义的真谛 从淑女座巴桑和他的弟妹 到形势感鲜明的西波克拉底誓言 再到把爱无名作《南行记》翻向迎庭 一部一个坚实的脚印 每一部他都是在探索中 寻找电视剧艺术的真谛 1986年 还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的潘小杨 拍摄了他的第一部作品 巴桑和他的弟妹们 因为我们到了西藏以后 我们也感觉到看到了这些 我们想把这个东西用电视这个媒体 把它让观众看见 让内地的观众看见 于是就创造了一个载体 创造了一个载体 就用纪录片的方式去拍了一部 我们在西藏感受到的事情 大胆地探索创新 让潘小杨获得了同行们的广泛赞赏 在第六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评选中 巴桑和他的弟妹们 获得了单本剧一等奖 在我们那个年代 尤其求学的 刚刚开始创业的年代 飞天奖识是我们的标杆 所以对他来讲的话 是非常崇敬的 非常崇敬的是 拿到一个飞天的金像 很不容易的 1991年潘小杨指导南行记 这部作品制作精细 画面讲究 风格苍敬民众 让观众品尝到丰富的人身旷位 南行记获得了第十二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 中天电视剧一等奖 同时潘小杨也获得了优秀导演奖 有专家认为 南行记在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 具有标杆意义 这个对我来讲是太给褒奖了 就是说他当年确实 就是从内容和形式 包括从影像来讲 就是在那个年代 在那个年度 在那个年代的中国电视剧 发展的那个年代 他可能是专家给了比较高的评价 1997年 潘小杨指导周梅森的作品 《人间正道》 这对他的艺术创作 无疑是一次重要挑战 此时 潘小杨已渐渐摆脱 对于形式感的追求 更为注重生活质感 将强烈的历史感 倾注于人间正道之中 在第十八届全国电视剧 飞天奖评选中 潘小杨凭借该剧 再次获得优秀导演奖 一步一步的事 每个都这样不一样的话 他这个体材 这个类似这种形式 他就能保持他的生命力 郑晓龙 他次次获得飞天奖 他用光影 记录古宫人的命运 他是渴望和编辑部的 故事的制片人 是北京人在纽约 和金婚的导演 他的作品 让观众总是感觉到 故事就发生在身边 我觉得首先是一个时代的反应 我觉得好的片子 应该是时代是有反应 其实就是 就回过头来再说 我们说什么是精品电视剧 我觉得精品电视剧 就是经过大浪超杀 历史遗留下来 在郑晓龙的作品中 我们可以发现 他始终在观众的 时代进程中 古宫人的命运 我肯定是个坏人 任全自己面前的是一个 坦说的坏人 王启明是人 放入过去 坚口奋斗 不去不闹 但是又无奈 这样的人物 他就变成了一个人物 画廊当中的一个典型人 你老我不也老了吗 是不是 那老夫老妻说的不就这个吗 你觉得通过两个人一生的婚姻 讲婚姻应该是什么样子 应该经营 应该有理智 应该对时代有所反应 郑晓龙搭准了普通百姓的脉搏 也裁准了时代的节拍 他策划和导演的作品 曾四次获得飞天奖 飞天奖 飞天奖 建立了中国电视剧的光幕 电视剧艺术精品的全力考量 中国电视剧的行业要高 志愿飞天越飞越高 越来越棒 飞天奖能够继续推动中国电视剧文化 走向新的流程 为繁荣中国的电视视剧 也做出更大的贡献 飞天出手 榜样天下 张绍林 他十三次获得飞天奖 他打造了音频上的平民英雄 张绍林是摄像出身的导演 他是摄像中获得飞天奖赐助最多的人 也是得奖最多的导演职 我们那个时候拍电视剧 作品的标志是什么 那时候没有什么收视率 没有什么的 只有一个获奖 这个飞天奖 表现英雄主题的主角力作品 在他的创作中占主导位置 塑造平民英雄形象 是他艺术创作的核心内容 在表现手法上 他将传统的写实与写意手法相结合 形成了鲜明而独特的个人艺术风格 我希望我们的作品 阳光 我希望我们的作品给人一种奋进 让人们看到希望 是观众对我们的社会 对我们的时代 对我们这个政府 有信心 热爱 1987年改革开放初期 张绍林指导了电视剧 太阳从这里生死 该剧获得了第十节飞天奖二等奖 这是张绍林第一次走上飞天灵奖台 从此之后 张绍林一发不可收视 停停在飞天舞台上亮相 电视剧是表现以人为主题的一个艺术产品 人是什么过程 人是一个情感 如果把情感这个主线 这一点抓住 就是我们在创作当中 一个导演福利特 很真心实感 1989年 张绍林停警 有这样一个民警 首次获得了飞天奖 优旧导演奖 1994年 周里人让张绍林 再次获得飞天奖 优秀导演奖 那么飞天奖应该说不过时 它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内涵 那么我现在在飞天奖 我觉得它的含金量依然很高 依然是我一个奋斗的目标 我觉得这是一个标志 作为一个导演 作为一个从事电视剧的导演来说 这是一个标志 应该把它地位一个很崇高的 这个一个一个盘的一个目标 让自己的作品 这个的更多的奖 福美 它五次获得飞天奖 它对历史 情有很多 投资2700万元人民币的44级电视剧 雍正王朝 在1999年元代由中央电视台龙肚推出 让大家都没想到的是 这样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剧作 却是由一个温婉秀眉的女性指导 她就是导演吴梅 雍正王朝呢 首先呢 我觉得就是说是 使我的命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就是说实际上如果它要是不成功的 可能历史剧我就不一定做了 非能拿劲干嘛呀 对吧 那么它的成功呢 使我感受到了 就是观众对这个 一些优秀电视剧的这种需求 雍正王朝的成功 让胡梅明白了观众需要什么样的电视剧 同时也给胡梅的电视剧创作 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从雍正王朝到汉武大帝 再到桥家大院 胡梅凭借着独特的视角 以及对历史和人物的准确把握 成为近几年 中国电视界最具影响力的电视剧导演之一 凭借汉武大帝和桥家大院 胡梅两部获得飞天奖 优秀导演奖 透过现实生活的多棱镜 胡梅用尊重历史的眼光 发现一种历史还原中的新景观 让观众牢牢记住了雍正 感为孤臣和为天下先的精神 乔治庸汇通天下的雄心 汉武帝在面临内忧外患时 所展现的雄才伟劣万物也应封 神好放 他三次获得飞天奖 说起神好放的作品 不能不提起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这部作品获得了第21届飞天奖二等奖的同时 还获得了优秀编剧奖 优秀男演员奖 正是由于这部深入人心的平民剧 使神好放获得了平民导演的称号 正好是那个改革台湾初期那个阶段的时候 这个阶段和我们今天是很不一样的 那个阶段的时候 我觉得人家就想 希望 面临的困难 所以大家都怀出来的梦想和希望 坦荡的微笑的去面对困难 都觉得明天会困难 神好放拍平民剧手法平时 但总有好看的故事 总充满人情外 总会时不时对你的心灵有所触动 在塑造张大民的时候 神好放重在展示他的性格特点 要让观众看到喜剧色彩上的一抹忧伤 而又会在悲剧上 涂抹一点欢喜的亮色 所以他指导的电视剧 常常能够做到通而不足 我觉得这个永远的艺术生命来源于 真实 我们创作也真实 演员体现了 2004年 2004年 神好放指导拍摄了一个 因公殉职的阴魔传记剧 《人长祥》 神好放力求让人物真实 腐蚀 动人 亲切 神好放指导的人长祥 打破了观众 对一般人物传记片的印象 他以精彩的故事 生动的人物 精良地制作 吸引了观众 感动了观众 杨阳 他五次获得飞天降 他在作品中 深入挖掘女性的内心事件 无论是牛郁琴的树 午夜游轨电车 还是鲜售 我们都可以看 到导演杨阳 对中国当代现实生活的密切关注 在第25届飞天降评选中 杨阳指导的 《记忆的证明》 独中三元 获得了长篇电视剧一等奖 优秀编剧奖 和优秀导演奖 杨阳以理性的反思 取代冲动的复杀进入 从今天的视角 反思非正义战争 对人性的扭曲和敏捻 他把剧情分为 现在时和过去时连过 在对历史事件的追忆和求证中 呼唤人类对战争的警觉 表现出独到的探索精神 杨阳追求着一种诗的印镜 精美构图的画面 层次多变的光影 立体丰富的音响 真实细腻的表演 酣畅淋漓的音乐 构成了作品 行云流水般的整体节奏 作为一个女性导演 杨阳在牵手中 通过塑造当代生动鲜活的女性形象 描述她们的平凡的生活 她们的幸福与不幸 她们对理想的追求 对生活和爱情的态度 以及女性自尊自立自强的意识 镜头捕捉十分细腻 从家庭生活题材到战争历史题材 从爱情到战争 杨阳的作品扎根于时代 贴近现实生活 努力去把握住时代跳动的脉搏 她用一幅幅作品 写出了一名优秀导演的成长轨迹 高兮兮 看高兮兮的作品 常常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扑面而来的时代气息 飘逸且具雕塑感的画面 有戏则长 无戏则短的节奏把握 鲜明的人物性格 处处张扬的个性 充满了大气 从结婚十年 徐帆小女人经受的人生比例 到历史的天空 张丰毅率性男儿脱胎换骨的改造 再到幸福像花儿一样 白羊和杜鹃 阳光般的爱情故事 无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和挥之不去的记忆 高兮兮几乎尝试了所有题材 悬疑 历史 战争 工业 爱情 她都曾涉猎 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她这个也不是我要杂 她是因为 确实是很多事情是一个机遇也好 或者是一个时机也好 都在面对 就是人们把作品 或者把剧本送到你这儿来 你喜欢 那你就去拍就完了 它是这种过程 因为但是有一点 这么杂的东西的时候 我有个归结点 它最终的都是 剧中的人物和人物理念 都非常清楚的情况下 我才会去拍 否则我不可能去拍 从1994年 下海的日子 高兮兮第一次登上飞天铃小孩 再到2007年幸福像花儿一样 2009年 漂亮的事 高兮兮已经七次获得了飞天奖 因为你只要在电视剧里 领域里耕耘 你就得面对飞天奖 因为它是一个标准 它是历年来 对电视剧的一个总结 那么这个总结实际上是 句号过后的一个 另一个句号 我就觉得你得不断地往前攀岩 感谢这些幕后英雄 他们是电视剧艺术的领航者 执行者 更是电视剧艺术的最终体现者 他们以富有冲击力的视觉形象 体现出生活的丰富意韵 彰显出时代精神的深厚内涵 因为有他们 才有那么多优秀作品 让我们得以感悟生活 咀嚼人生 放飞心灵 才有那么多人物形象 让我们回想至今 让我们一起记住这些 了不起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绝逐二十七届 飞天奖的电视剧《潜伏》里 您能想象得出 这个晃悠床的生动音效 是怎么来的吗 其实答案就是它 平常看上去很普通的物品 一旦到了拟音师的手里 瞬间就会化腐朽为神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